Obsets,如果用Obsets怎么做 其实Obsets不外乎就怎么样 把这些先删掉好了 其实它Obsets前面有讲过 Obsets会比较简单一点点呢 其实也不算太困难 其实你可以Obsets 它会问你几个问题 1,2,3,应该还记得吧 第一个你要参考哪一个 参考这一个 以B1当参考 那列的话意思就是说 你要向下移动几列 向下移动几蓝 蓝的话是零 零的话指的是同一蓝 那这个地方的话就是移动几列 那列的话呢其实就是 这边你可以移动一列的话 就是抓到它 移动两列就是抓到它 3,4,5,6 不就是跟那个刚刚index一样吗 1到32 所以其实有个拖篮的方法 就是你干脆怎么样 直接去使用刚刚那个 index里面的这一段 我把它这个东西拿来参考一下 就是先column减掉3 加上RAW的4倍 那这个其实也可以拿来 用offset来使用 它的原理原则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 把这边offset 然后以它为基准 那跳几列呢 跳一列 有没有 这个然后呢 跳几蓝 跳零蓝 也就是说同一蓝的意思 零的话指的是同一蓝 1的话指的是你向右一蓝 2的话向右一蓝 所以这个跳蓝有时候 offset有时候也不 也可以用在就是你一个基准 你要抓某范围的资料 它就可以很快帮你把那个范围的资料 全部抓回来了 我看它确定之后的话呢 那你可以发现 这个资料呢向右 不过范围的要把这个B1给锁起来 固定住啊 因为待会要向右向下嘛 所以这边有没有 其他的资料呢 通通帮你把它抓回来了 这没有 OK好 那当然这个 那最后呢 我们可以利用什么 也也许用repress也好 也许用那个 我们再把这个地方 把用 我看用repress好像比较单纯一点点 干脆用repress好了 所以重点复习一下 其实repress慢慢用熟了之后 其实也没那么困难 原来的资料 第几个 第一个嘛 那取代成什么 这个你会的先打 你不会的留在后面打 就是参考什么 长度 哪里的长度呢 上面的标题的长度 然后呢 加一个字 那锁住列 因为我要固定在第一列 所以呢 把这个固定一下 好 做完了 做熟了 反正 大概如果你做个 也不用背 最重要是理解 其实我做的过程当中 没有一个地方是用背的 就看前面有些相关讯息 我就照着做 给他他要的东西 他就给我对的结果了 那你会做错是因为你根本 前面的东西都看不懂 所以我看有些同学蛮好的 就是自己做笔记的时候 把我上课讲的 这个是什么意思 把它用那个中文 你看得懂的方式 把它做个笔记 将来你也许回头可以参考 OK 按确定 这样的话就切出来了 其他看需不需要锁起来 该锁都锁的话 那就向右向下 全部做完了 那当然你可以 就是蓝宽的话 可以点这边线 或者用什么 我刚刚讲过 你可以用那个 格式里面的自动调蓝宽 这两个方法都差不多 如果蓝数多 用这个会比较快一点点 好 这个是offset的部分 那其他的话 当然你可以怎么样 再变成一个VBA 这边 不过好像同学 一讲到VBA 就头就很大了 所以 这个感觉好像是 那个游戏里面的大魔王 对不对 那个最后的那个 最难的 所以你这个关卡 可以过的话 那基本上呢 后面应该就海阔天空了 不过没有 这个渐进的啦 慢慢的 前面慢慢慢慢 难度当然也越来越高了 OK 不过没有 这个也是一种成就感 如果你可以 这些都会的话 那我想将来你在做 你的工作的时候 也会非常的愉快 惬意 像我以前上班 我都觉得工作会怎么 就会觉得工作好像 太少挑战了 没有挑战性 那就会想要有更 更其他的 往上跳嘛 因为你 专业度够的话 其实说真的 你自然而然 你就会有更多的选择 就是你去选择工作 你选老板 你不想做事 因为你把老板 file掉 诶 对不对 懂 但我这不是说 我自己 是说你真的有东西的话 这老板要靠你啦 对不对 那如果说 你今天没东西 没有专业度 那你就可能 没有办法 就是 所以相对的 那这个地方 如果VPA部分的话 其实也是一样 所以可不可以试试看 VPA该怎么做 其实VPA 到底上 不外乎就是什么 先一样嘛 你就把那个 其他命令里面的这个 开发人员先叫出来 然后我这边 也许先把那个 我做完的 那当然第一个 你要先插入一个模组 在模组里面呢 当然你要先 插入两个程序 也许我们是一个是 把它做出结果 一个是清除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在 我先用 因为之前前面 有讲过啦 所以我们就两个 不过这个难度 倒是比较高一些些 我用 有两段 这两段 那我用那个 Range的方式输出好了 那这个难度 又会更高 那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 这边一段 两段 三段 不过这一段 难度太高了 先把它删掉 我们这两段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段呢 其实实际上就是把结果 从这边 输出到这边的过程 OK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 出来了 那清除的话呢 我是用 Range的方式 第二 到 G9 不过 我这个范围 好像给得到 19啦 OK 太大了 没关系 不过 反正你可以多 不能少 后面加一个什么 点Clear Contents 就可以了 就把它清除 这个比较简单一点 Clear Contents 里面内容 把它清掉 那这样的话呢 就这个范围清除 当然我多了 没有关系 因为反正 它这边清除 底下也清 空的清掉 还是空的 那这边的话 有个VBA的输出 那这个VBA的输出 该怎么做 基本上呢 不外乎就是 我这边的写法 是这样 就是说呢 我先告诉它说 我要输出到 输出到哪一栏 哪一列 所以呢 哪一栏哪一列呢 我就先For I For J 这个I值的是 我要输出 要输出到哪里 OK 所以是第 第 第几列到第几列呢 这边的话 我这边For I 等于第二列到第九列 意思就是说 我这边从第二列到第九列 J的话呢 从第四栏到第七栏 D栏到G栏 特别是栏一定要用数字 因为在回圈里面 不能用这个文字叙述 所以这边要改成四到七 也就是说 我先把这个范围先框起来 来告诉大家说 我的目的地在这里哦 那我要输出什么东西呢 输出的东西呢 就是写在前面 然后呢 后面等于什么呢 等于Range 我用Range的方式来输出 后面加一个B 特别注意哦 其实这个跟什么很像呢 跟那个Interact很像 Interact不是先打一个 双引号 本来是B2对不对哦 那这个2的话呢 我把它改成什么 会变动的 那这个会变动的部分的话呢 实际上哦 就是我们切回来看一下 这个会变动的部分就是Column-2 其实刚刚同学比较不容易理解是 BBA的 转向BBA的话 我前面讲过 Column实际上就是J啦 J的话就是他的蓝 然后呢 Row就是他的I 就是列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J Column改成J嘛 J-2 加上一样刮弧 这边改成I-2 一样刮弧 乘上4 然后呢 用Range的方式输出 你会发现 其实还蛮像的哦 把它切过来看一下 基本上有没有 这个地方呢 把它这个取消一下 就把它切一下 点一下 那你会发现哦 有没有 Range 其实Range 跟那个Indirect还蛮像的 就是你把Indirect改成Range B后面的话呢 把什么呢 Column改成J J-2 加上Row 有没有 把那个Row改成I 先剪掉之后再乘上4 再把它串接 就一模一样了 串接我前面讲过就是说呢 这个串接 在VBA里面前后要加空白而已 在Excel里面不用前后加空白 这是它的差异啦 最后再把它切 切的方法我一样用Mid 用Mid去切啦 不过我是去根据什么 根据那个第一列的长度 去切 切几个 其实这个也是结合那个 类似Find跟Mid 因为在VBA里面的Replace用法 跟在Excel里面用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边没有办法这样切 所以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产生这样的结果 不过特别主要是Range的输出 输出按下它 全部都输出了 OK那这里的话我想各位 可以试一下 因为后面两种方法 跟前面比较接近 其实也有点像是前面的衍生 把这个Index其实可以衍生成 那个Obset Indirect可以衍生出VBA OK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那刚刚最后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VBA VBA部分的话 刚刚是清除 再加一个按钮 按下它 就可以分别把这些完成 那我也有把那个刚刚的 那个画面 就是做个拍照吧 反正不外乎就是 其实将来如果你要撰写 类似的VBA程式 思考的流程 大概不外乎就是 就是大概可以到个公司 for i 等于第二列 就是你要输出的范围 在哪一栏哪一列 那你用 i 来代替 列 for i 等于2到9 再来里面跑一个for j 这个可能要改成4到7 它不能用文字 只能用数字 中间的话呢 就取得什么东西 放在sales ij呢 那里面你可以把这个Indirect 把它改成用range 用range这个物件 所以你会发现 interact跟range 其实还蛮接近的 用法上面观念上 其实都是雷同的 所以两者之间可以互相的套用 那刮弧b 把这个column我刚刚讲过 把它改成追 所以你就是这边输出的话 就是双引号 然后end 串接什么呢 把这边改成追 -2 i 也是-2 先刮5 乘上4 那就可以直接输出了 所以乘4的部分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这一串 所以其实可以把这个跟那个 Indirect两相比对 还蛮接近的 只是说输出的地方 记得前面的东西输出到 sales ij之类就是 哪一栏哪一列的意思 把它输出 这个前面是没有 再来输出的话 因为它前面还有一些东西要散 那我这边是用mid来切 这个mid是把输出的这个东西 切多少个字 l e n 这边一样是 抓什么呢 抓这个 意思就是说 我不用去找了 我直接怎么样 直接去上面算什么呢 算有几个字 有几个字 那第一列特别之后 怎么去抓上面的东西 其实就是哪一列 一定都第一列 因为标题一定在第一列 所以这个地方固定 后面呢不固定 所以打一个追 然后呢 为什么加2 基本上就是它这4 上面有4个字 可是我要从第6个字开始切 所以会变成说 会跳过冒号 然后再换下一个 1 2 3 4 5 第6 所以这边差两个 所以加2 后面的东西全部都要 全部都要我不知道有几个 反正我就给它一个很大的数字 你可以给99 不过其实给个23 都可以啦 反正只要大于这个后面的数字的话 它就全部帮你把它抓回来了 可以啊 反正只要大于可能的数字就可以啦 不过给太大有时候 所以很多人看到99 为什么老师你打个99怪怪的 这里面没有任何讯息 意思是我不要管后面有几个 反正全部都要就对啦 OK 这个也是一个取巧 因为我本来还在想说 我要到底要算后面有几个字 然后光想到就觉得头很痛 因为它怎么把原来的长度算出来再减掉 我扣掉的那个东西 后来我发现好像也不用麻烦啊 打个99不就好了 一些全部都要了 因为资料量很大 可是再怎么样大 也不太可能说 超过一两百个字放一个储存格吧 对不对 没有人说那么无聊 放一两百个字 顶多大概放个 超过十个字放一个储存格 就感觉有点不太合理了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 这个地方你可以去把它说一个 就是怎么样 看你的资料啦 对看资料 所以这个99也是自己想出来的 有时候反正就是 有些东西 你反而可以用一些变通的方式 让你的工作变得比较简单 当然也可以达到你预期的目的 所以这个地方我想 各位可以参考 参考一下 这个东西就给各位当范本 也许你VBA暂时 还没有能力做什么变化 可是呢 当然你一定要先入门 熟悉你才有办法去变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 按部就班 所以如果也许你在熟了之后 以后慢慢慢慢习惯了 然后就可以自己写一些VBA 那你就升级了啦 OK所以就渐进式的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这样的写法 其实也是我自己的习惯写法 所以你在坊间的书籍里面 也不应该看到的是写法完全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有每个人写法啦 所以这个 所以我敢说这个应该网路上 如果长得跟我很像的应该 我在想啦 因为这个我也没有超别人的 所以基本上如果别人写的跟我很像 那我想说他应该是透过学习我的方法来写出来的 当然网路就是一般书籍里面写法应该不会这样写 一般的书籍他会先用物件导向会宣告 宣告某一个范围成为某一个物件某一个变数 然后呢再去做什么 写出来的完全是不一样 因为这种写法是我自己习惯的写法 那我的写法我一直强调两个重点 一个城市越简单越好 就是城市写出来会比别人少 第二个城市写法会比别人更直觉 直觉的写法 就是你这些都是看到就知道了 但是其他的那种书籍里面写法 它是比较是偏重在类似像物件导向的写法 它就是把一个东西先抽象化 然后抽象化之后再去做后续的动作 当然也没有错啦 只是那样的写法会变成对于入门的人来说 会是不太能够接受的 但是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差别啦 反正我这样写跟那样写 结果会是一样的 那就好了 反正主要是解决问题啦 那至于就是说 为什么很多人光看书看了半天之后 还是写不出来 那道理很简单 因为那东西如果真的可以自己自学可以学会 那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 OK 不过我真的是自学出来的啦 不过我不是说 但是我觉得我比别人多一点 就是说 我有那种不服输的那种精神 因为我刚开始学的时候 那时候我念书的时候 我就想说没有东西学不会的吧 我好像任何东西学应该都会啊 可是只有这个 唯独这个东西一直学不会 然后那时候怎么办呢 我不相信觉得学不会 所以我就把那个 有关陈氏的书籍 每天都背在书包里 不管怎么样啦 我坐下来我就把它翻一翻 翻一翻 看一看 在持续了好几个月 发现呢 还真的是看不懂 还是不会 后来我现在想说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有一天 突然我坐下来 我试着把程式打完了 执行看看 后来发现呢 我会了耶 后来我告诉我自己 原来这个东西不是用看的 是要做啦 做了就会了 所以很多东西 不是一直看 看还是没用 做了就会了 会了就会了 不会还是不会 所以很多东西是动手 可是有些科目 像历史地理啊 或者国文那些 是用背的 没错啦 那个没办法实现 对 比如说你说那个 你看一个小说嘛 你不可能说你去演吧 爱情小说 你去演 有啦 有些人可能看了爱情小说之后 就想要找一个人 去谈恋爱 但那不一样啦 这个是实际上做的 好 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就把那个 有关那个 VPA部分 再稍微看一下 那待会我们就是 要延伸 多蓝变一蓝 那多蓝变一蓝 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重点就是 我怎么样把 这个四蓝 又变回来成为一蓝 那里面你可能要思考三个 一个 你要抓 抓资料的话 一定用什么 也许我用index 当然你也可以用另外几个函数 index呢 它会需要 请你告诉我哪一个范围 哪一列 哪一蓝 它就自动怎么样 帮你抓过来 可是这三个 也许我阶段是 这个是第一个 这是第二个 最后再把它抓过来 一二三 OK 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待会请各位 试一下 也许就是直接 我是在这边index 然后旁边的话 你就是把这个 旁边在多 挨蓝的地方 多蓝变一蓝 然后这边有列 有蓝 那我们慢慢去推理 待会再来看这个部分 怎么做 提示一下 列 因为我要 一直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都是四个 同一列 同一列 对不对 所以我这里可以用什么 一个叫int的函数 那蓝的话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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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什么方式比较简单 这边有一个关键 MOD 这个函数我们有讲过吗 没有 这个函数的话 其实就是 最关键就是 它是什么 求鱼数 鱼数 鱼数意思是说 你除以多少 鱼多少的意思 那我当然除以四 那反正就鱼一二三四 鱼一二三四 鱼一二三四 对不对 那你要怎么样 刚刚好可以 鱼数 所以这边 列用int 蓝用mod OK 所以这个 大概就是数学的运算 你也不用去把它复杂化 不外乎就是要得到什么 得到 一二三 一 四个 四个 如果你实在做不出来 没关系 以后建议 你就是先产生这个 那怎么产生 你就是 自己用填满的 然后再用index 可以啊 反正你这个做出来之后 后面的东西就做出来了 想不出来没关系 至少比图法链刚快一点 对不对 至于这个 怎么产生一二三四 没关系 你一二三四先做一个 贴贴贴贴贴 对不对 也可以啦 如果你想不出来 当然可以的话 尽可能的试试看 int mod OK 待会再来看这个部分 如何用那个所谓的 单 多栏 再转成单栏 所以今天的话变成说 多 单栏转多栏 多栏又可以转回到单栏 那其实在工作里面 还蛮常遇到就是说 我要把某部分的资料 放在另外一个地方 可是另外一个地方 它的栏数 跟你原来来源的就是不一样 那不一样当然就是需要做一个 转变 然后把它资料放在 在你想放的位置上 试试看